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一听到苗师兄这几个字眼之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犹豫之色 这一愣之下竟让青年就此离开 望着青年等人的身影进入了远处的楼阁 黄袍修饰的神色仍然是阴晴不定 他低头思量了一会之后 忽然冷哼一声 人就化为了一道黄光 向另一处山峰飞去 这个时候 青年已经带着韩磊几个人走进了阁楼的一层 对面则出现了一位陌生之人 看着坐在檀木太师椅上 正手捧一卷竹简看得津津有味的枯瘦青年 韩磊心里是一阵的惊讶 此人只有三十四五的样子 但是修为竟已经到了驻击后期的境界 虽然说只是刚刚进入了后期 还未曾多巩固的样子 但绝对是罕见的天宗之才 以他如今的年纪 可是大有机会结成金丹而进入结丹期的 怪不得那位惹人讨厌的黄袍修士 一听此人的名字 竟不敢再纠缠下去了 那些其他同来的修士 一见枯瘦青年如此惊人的修为 同样震惊的互相看了几眼 而这个时候呢 此人已经放下了手中的竹简 叹了幸余的青年一眼之后 轻声的问道 玉师弟 辛苦你了 刚才所淹风的岩师弟拦住你了 啊 师兄既然已经知道了 又何必再问此事呢 不过 那个人又是来纠缠佩玲师姐的吗 英挺青年露出几分厌恶之色的问道 什么叫做内人啊 颜师弟就是再有些过分 他也是我们洛云宗的同门师兄弟 于师弟的言辞有些不当啊 以后要多注意一下 否则被师傅听见了 一顿责罚可是免不了的哟 并容青年的话语中 略有责备的意思 但是声音淡淡的 一丝火急都没有 但就是这样 反而让幸余的青年心中一灵 急忙开口应道 师兄教育的事 小弟以后一定注意 听到青年认错了 哭受青年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点点头 目光一转 落在了韩丽几个人的身上 并一一打亮起来 他看得很仔细 并且是从头到脚看得非常缓慢 只将大部分人都看得坠坠不安起来 不过 不知道是不是韩丽的错觉 他发现 对方目光看到落腮胡子大汗的时候 好像下意识地顿了一顿 接着 眼神有点快地直接跳向了他人 以韩丽的修为 自然不可能让对方看出什么破绽 但是 心里头却将此事悄悄地记在了心头 一会儿功夫之后 这位苗师兄就将目光收了回来 随后从容地往腰间一抹 一点荧光灿灿的福出现在了手掌中 这次一共只有七个人 和我料想的倒也相差不大 否则人再多点 我这里的问心服 还真的有些不够用了 于是你 一会儿把这些服贴在这些道友的身上 等效力发作之后 就将他们带到我的练功室来 苗师兄的声音是非常的冷静 将这些服呢 往青年手中一放之后 便站起身来 头也不回地往二楼走去 不过枯瘦青年顺着角落楼梯往上缓缓走去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背对着几个人忽然一弯腰剧烈地咳嗽起来 听了声音 似乎是痛苦不堪的样子 但是随后他就站起身了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 在楼梯口处不见了踪影 见到这个情景 韩丽眼中一丝惊讶之色闪过 但飞快的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恢复了长色 余姓青年露出几分担心的表情之后 就叹息一声 回转身来对着韩丽等人说道 我手里的这些就是传闻中的问心服 此服的功效啊 我想我不用细说 你们也应该知道才是 若是心怀鬼胎 或者另有图谋想要蒙混过关之人 最好现在就主动退出去 否则一会发现了什么不妥 可就别怪我们洛云宗 不客气了 一说完这些话呀 青年眼中寒芒连闪 冷冷地横扫了对面七个人一遍 虽然她的口气有点阴森恐怖 但自然没有什么人会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于是青年脸色一缓点点头 双手一挥 几道荧光飞射而出 正好一人一张地贴在了美人的右肩之上 青年随后不慌不忙地盘膝坐下 不理会七个人闭目仰神起来 这一下子 洛塞胡子等人面面相去起来 他们虽然各自心里都有想法 但自然不敢撕掉这张问心服 那只好大眼瞪小眼的干等着吧 此刻寒厉略偏偏头 瞅了瞅坐在肩上尽在直尺的银色符 嘴角微微一翘 但马上就若无其事 没有过多久啊 寒厉肩上的符忽然间迎攻大胜 接着忽明忽暗地闪烁起来 那盘坐的鱼姓青年察觉到了什么 一下子睁开了双目 好表情地对寒厉说道 你一个人到上面去吧 苗师兄在那里等着你呢 寒厉听了这话 又瞅了瞅一旁的符 二话不说抬腿就走 片刻之后 人就站在了阁楼的二层 这里边啊空荡荡的 除了两张铺团之外 任何东西都没有 而孤寿青年呢 就盘坐在其中的一个铺团上 一件行李走了上来 当即脸露一丝淡笑 冲身前的另一个铺团一点指 坐下吧 不用担心 很快就会结束的 而且问心术 可不是什么迷魂术 只是判断你的回答 是真心话 还是谎言而已 虽然此书的判断 不能说是完全正确 一丝查错都没有 但十有八九还是对的 所以下面我会问你十个问题 若是有三个以上 被判断是虚言的话 你就不会被本宗接纳的 道友听明白了吗 晚辈知道了 韩丽叹了一口气 点点头老老实实的说道 随后呢 就在青年前面的铺团上 同样坐下 不过 韩丽心里头 却冷笑了起来 若是问心术 能问出他的真心话 那还真的有鬼咯 好 下面就开始问了啊 那么 就从你的出身开始吧 这位苗师兄看了一眼 韩丽尖头闪烁的银符 开始询问了起来 韩丽等七个人 从阁楼中飞顿而出 然后直奔此地最高大的一座山峰而去 包括韩丽在内的七个人都被那枯瘦青年判断无事 所以几个人只要去那洛云宗掌门认可和登陆一下名字 就算是正式的洛云宗弟子了 那座高大的山峰 就是六骑峰的主峰 足有三四千丈之高啊 身处几座山峰之间 犹如群星捧月一般 俯视包括天前峰在内的其他主峰 而且这座主峰 从山腰开始就被淡紫色的山雾所笼罩 朦朦胧胧 充满了说不出来的神秘色彩 但是在此山峰的山脚下 就一只相反的热闹异常啊 围着此山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大小建筑 有小到几间的简陋石屋 也有大到数十丈高的巨大殿堂 还有许多类似集市一般的青石街道 杂乱的自发行程 在这些街道两旁呢 则摆放着一些各式各样的摊位 有人在叫卖着什么东西 而且还真有许多洛云宗弟子走在其中 在和这些摊位的主人讨价还价着 如此的一幕 让从这些建筑街道上经过的 韩丽等欺民修士 看得是目瞪口呆啊 姓渝的青年却早已是习以为常 根本就是视若无睹的催动法器一掠而过 只往数百站高处 单独耸立的一座石殿飞去 这座石殿啊 全都是用青色的巨石累契而成 高约二三十丈 两旁呢 还各有一个六七丈高的小一些的偏店 而在店门前的十台处 稀稀拉拉的有几名修士飞进飞出 姓渝的青年降下了铜波 让韩丽等人一一走了下去 然后他一掐发掘 让铜波迅速缩小后收进了储物袋中 你们在这里稍后 我先到掌门那里通禀一声 然后再换你们进去 说完这话 青年就不再理会几个人大步向前 门口几名练器器修士 显然认识这青年 没有丝毫上前盘问的意思 反而呢 趁他恭敬的施了一礼 就勿送他进了店门内 这个时候 守卫们采用好奇的目光 打量了稍远一些的 韩丽几个人 似乎啊 猜出了一些他们的身份 再过了一会儿之后 店内尚未有人招呼他们进去 从远处 却又飞来了一道白光 结果 这道洞光在韩丽的人头上 光滑一脸 显出了一块巨大的紧帕 上面正站着那白面的流行青年 和另外四名 找他们一步被带离此地的年轻修士 白面青年居高临下的 看了对面的欺人一眼 眼中露出一丝意外之色 但是随后就不再理睬几个人 在附近降下了法器 和那四名年轻人同样留在原地 自己则傲然地走进了石殿 这一下子 韩丽等七人 自然和那四名 零根资质不错的年轻人 分为两对互望了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是一起败入洛云宗门下的弟子 气氛却有些不自然起来 甚至双方之间 还有点若有若无的敌视之意 但是作为新进的洛云宗弟子 两拨人啊 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 只是沉闷的静静的等待着 足足等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啊 幸运的青年终于从里边走出来了 他一出现在店门口 立刻冲哈利等人一招手 接着呀 又扭头看了一眼那四名年轻人 口中没有迟疑的说道 你们四个人也一起进来吧 掌门会一起接见你们这批弟子的 说完这话青年转头就走 两拨人自然不敢怠慢啊 急忙听话的跟了进去 在青年的身后 穿过一段不长的走廊 行里等人被带到了一间 二三十丈大的厅堂之内 里面有七八名神情各异的修士 坐在木椅上低声交谈着什么 一见幸运的青年带着新近弟子进来了 当即停止了说话 目光刷的一下子 往哈利等人身上扫视过来 哈利这个时候貌似老实的目不斜视 但神识微放出去之后 这些羞耻的相貌羞为 就全都浮现在了脑海之中 主期后期的有一人 中期的有两人 其余的呀 都是初期修士 那邱师兄和白面青年 也坐在这些人的中间 有劳仪式地了 来 坐下歇歇吧 坐在主位的那名 铸鸡后期的蓝袍修士 冲青年一白手 含笑说道 他就是这骆云宗的掌门 魏一鸣 此人相貌普通 两眼微小 仿佛是貌不惊人 但是抬手举动之间 却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异常气势 看来还是有些不简单的 多谢掌门师兄 青年一拱手之后 没有客气的在旁边一张空椅子上坐下 这个时候 其他修士的目光 在韩利等人的身上扫过一遍之后 最后都落在了四名年轻弟子中 一名身材魁梧的青年身上 眼神中隐隐有一丝热切的样子 看到这一切 韩利真差一之际 这听堂中 响起了骆云宗掌门的声音 这次能有这些弟子入门 已经不错了 毕竟本门数年前才刚招收了一批 那下面 几位师弟看看如何分配这些弟子呀 蓝袍修士 打亮完了眼前的新晋弟子之后 就冲在座的其他修士 慢悠悠的说道 这一切自然还是要由掌门师兄决定啊 相比魏师兄一定会让我等师兄服口服啊 一名头发有些花白的老者 撵了撵下巴的短须 客气非常的样子 但是他话音一转 马上又圆滑的说道 不过外室弟子啊 也就算了 但是这内门弟子 我们尹建峰 上次只招收了两名而已 比其他山峰都要少啊 这一次是不是该多分一个给本峰了 别的弟子咱们不说了 就将这名是断肩之体的弟子 交于我们尹建峰调教吧 老者一说完这话 指了指那名魁梧的青年 那青年文言呆了一呆 面露一丝意外之色 哼 你们尹建峰上次临走的弟子的确最少 但其中一个可是两个灵根的弟子 这怎么不说了啊 这次好不容易又出了一位特殊灵体的弟子 怎么 还要你们带走 那轮也该轮到我们霍云峰了吧 另外一名面色有些苍白的中年人 一听这话 他可坐不住了 毫不客气的站起来反驳说道 你们火云峰是以火属性功法为主的 这断肩之体的修士 那可是天生的金属性功法修士 杨师弟你们有什么好争的呀 哎呦 灰白头发的老者一听这话 黑黑一笑摇摇头 就你们尹建峰有金属性功法 我们火云峰李师伯的金炼诀在整个西国那都是赫赫有名的 此弟子修炼此功法有何不可 中年人没有一丝要让步的意思 哎呀 好了好了 你们二人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 行了 不用再说下去了 魏一鸣眉头皱了一下之后 开口打断了两个人的争执 这个时候呢 那位邱师兄轻笑的也劝解道 是啊是啊 两位师兄再争执下去也没有什么结果的 我看呢 还是让掌门师兄来决定吧 毕竟无论封给哪一座山峰 这名弟子他都是咱们洛云宗的弟子 是不是啊 这有什么好争的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三百四十八回